财政部北区国税局表示 为鼓励民众购买电动车达成节能减碳目标 于2025年12月31日前 购买完全以电人为动力的新电动小客车 依货物税条例第12条之3规定 完税价格新台币140万元以下部分 免征货物税 该局进一步说明 电动小客车完税价格如超过140万 超过部分除以同条例第14条第4项规定 按小客车税率减半征收货物税 如民众态患旧车购买新电动小客车 且符合同条例第12条之5规定 亦可适用减增新车货物税之优惠